你好,大家好,我是叫成畅,我是15年,得的乳腺癌,我是17年了,转移加佛花,佛花以后呢,就寻生佛种嘛,这就是脸色很黄,很黑,这就是呢,我就明显发现我的手掌变成橘红色的了,我就去找医生,因为我自己,我自己的职业是一个做,我做护士的,我去找医生,我说完了完了,我的手掌五分钟了,橘红色了,医生就说了,那里橘子吃多了,你妈屁话了,啊,我说, 哪里橘子吃多了,我没有吃橘子啊,但是我就去查,还是俩去查到光光龙了,我当时查到光光龙的时候,光光龙是正常的,但是我自己学医的,我就知道,肝脏有90%坏了,就才会有症状,70%坏了,都会没症状的,那时候我就越想越怕,因为我,因为我知道,我自己学医的,我就想完了完了,这就是死病了,没有神心的救得掉我了,我每个月去百津中医院,找那个河山,过来找百津中医院的王国伟,院长,就拿猪药吃,在这个河山我走了三年,没有, 就挡住我的死亡之路,还是不停的在,不停的在发展,后来那个主任就说,你去找我院长吧,那我没办法,你这是宜蘭杂症,当时我接受这碗水了,就是,我们待会的一个医生,他说肺癌,他喝了这个水以后,长了四斤肉,后来跟我说,我当时是很排斥的,我就觉得水,我就给他说了一句话,我就说,我家也有水,算了吧, 他说,我家,我这个水跟你当时水不一样了,我说水啊,又不一样了,我就说,我又信了,但是晚上他又打电话,聊了两个小时,他说,你没有选择了,你自己也知道你的病情越来越重,你干嘛不试一下呢,水又不要花钱,我说,可以啊,我就去试了一下,喝这个水喝了一个星期,我身上的肿全消了,不仅是一个人这么说,我一出去人家都说,哎,你怎么变了,我没什么呢,他说,你真的变了, 我家亲戚就很知道,你看我的腿,一看就说了一句话,你的腿全部总消了,就问我,你干什么了,我说,哎,我喝了一盘水,我立马就去把这个机器买回来了,我现在喝到一年多了,就说,我那些毛病都好了,什么,浑身疼痛的症状感情,就基本上没有了,跟正常人一样的,什么都没有了,但是浮发的地方,基本上手都摸不到了,真的,但是呢,其他的什么都好,检查什么都好,没有什么,能吃能喝能睡,就是我自己相信自己,捡了一条命。